中文是非常看重学生的工作 所以在学生的工作里面 他特别鼓励我们要传福音 而他最喜欢用的 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首歌 因为神的真理已经在进行 所以他鼓励我们出来 他勉励我们要做小旅居 意思是一开始就奉献 当你学完之后 一个年轻人 你做的头一件事情 就应该将你自己奉献给主 然后让主能够带领你后面的路途 所以在学生会里头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 就蒙昭出来 如今在世界各地 有许多的传道人 而在他八十岁 风口的礼拜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张 他写的诗 就是下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 这就是代表他 八十岁以后 他觉得他的人生并没有完 我们以为风口了 他就休息了 而不是他要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他就说 要像一根蜡烛 我们也常常听到人说 要像一根蜡烛燃烧自己 照亮你周边的人 可是他不只是这样说 他说一根蜡烛要两头烧 为的是让世界多一些光 他说如果断了成为两段蜡烛 你要四头烧 因为这样子 就算是为主烧尽 又何妨 我想这就是潇洒的周牧师 所留给我们最后的教导 现在我们来唱这首蜡烛 我们来唱这首蜡烛